大家好 这里是选用轨迹 我是佳琳 我是佳琛 我们可以看到后边就是城市了 在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这一辆这次出行所要用到的小面包 它是东风小康的V0CS 我们这次在选这个车牌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闪A 这个出去的话可能就是辨识度会高一点 对 看到闪A大家就知道是陕西西安 因为闪A有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次我们的线路是主要以西部为主 所以说我们这个车也是很符合我们西部的气质 对 那种狂野硬派的风格 那我们今天就话不多说直接就出发 这次的西部巡游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将驾车前往陕西的佛平县 在出发后我们发现自己有东西忘了买 走在路上我们看这边有个商店 然后我们准备去买点水 刚好是酒水批发应该会比较便宜 我们又来这种小地方小象象 没有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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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十八 多少瓶 十八 十八 二十八瓶 那还有别的宝费吗 一宝农主宝费 那是那宝费吧 那是那宝费吧 那宝费吧 好的 我们水买到了 我觉得这个水其实跟外面商店是一样的 我想这个酒水批发会便宜一些 因为我们之前买的基本都是平均四毛多到五毛一瓶水 这个康师傅还是偏贵一些的 摸地板盒的 我们后面已经放的满满当当 这咋样 把费搁到这块吧 我把这块落上去 也行 买完水后我们向南 现在已经到达了秦陵北路的护义区 好 谢谢 没有 没有看不了 我们刚刚在路上走 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 沪县农民画展览馆 但是刚到这个门口就看到那几个字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参观不了了 我们就准备出发去我们的下一个地方 沪县区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 原成沪县 位于西安市西南部 这里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 原在新石器时代 我们的祖先便在这里繁衍生息 发展到如今 沪县区已有常住人口50余万人 这里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中华诗词之乡 我们刚看到的沪县农民画展览馆 在展馆内部就记录着陕西关中地区 剪纸 壁画 研画 刺绣等民间艺术 它以朴实的绘画语言 详尽而生动地记录了农村生产劳动的壮观场面 这里交通便利 高速公路 铁路 高铁 都为这座小城带来了活力与繁荣 离开湖县区我们继续前行 现在已经到达了传说中财神赵公明的故乡 赵代村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陕西省西安 是周治县的赵代村 这个村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叫做赵公明 对 就是我们所说的财神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呢 准备去他的老庙 然后去那里去看一下 赵公明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是主管裁员的神明 中国民间认为 赵公明手下掌管着四名与财富有关的小神 其分别是招宝 招财 纳贞和利士 因而赵公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正财神 财神爷赵公明乃家喻户晓之神 每逢农历正月初五即7月22 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要祭祀赵公明 财神倾注了中国劳动人民朴素的情感 寄托着安居乐业大吉大利的美好心愿 这是个奏条 这是前天后天 这是三十二的 这三千多年 你看我鼻子 三千多年这个 那在这存留人都行招还是 我也不可能多收招 有钱有点 这是招贷村 招国民招贷村 新招的多一点还是 新招的也不 这也不多 过去呢 你还得做 这是人口前夕这边 好 那我去喊着来做 好 谢谢 我来看一看 谢谢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通道呢 它是从北边那一个 然后通往南殿 南殿呢是近几年新修的 然后这边会老些 可以看到这边的墙 还是用石头堆砌的 不过应该也是后期去修上 因为不可能说是一座庙存在几千年 不修上 依然屹立 走过这个通道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北殿 这边明显会新一些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好像还在进行一些法式活动 感觉这个场面还是挺庄严的 离开招贷村 我们要前往佛平县了 接下来我们要穿越秦岭 而我们的车子也将迎来第一次考验 前面我们就要进入山区路段了 开始爬坡了 这呢也是我们这辆车到手以来的第一次走山路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山路十把弯 我们走在前铃里面比较难走 那么这天呢也要考验我们这辆车它的性能 以及我们的驾驶技术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它的越野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还有一条避杀器就是我们的杀手锏 我们的顶灯 我们顶灯在晚上的时候会亮 这样的话我们的路可以找到更加的亮 我们的走法会更安全 我觉得它的用处就是在这种人车比较少的一种路段 然后比较暗的路段加上这个顶灯真的 非常烦油 对 出发 上坡了 这个一点量这个盘量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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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是有水的 而这边有垃圾桶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露营地 我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安盈扎寨了 但是太冷了 那边好冷 山里确实好冷 我觉得该穿秋裤了 本来四月份已经可以脱秋裤的季节了 我们现在准备收拾一下 然后把今天的素材整理一下 然后再睡觉 书室整理完后 我们也要休息了 我们现在终于躺下了 对我们现在睡在这个零度睡袋里面 一下暖和了许多 现在已经是快凌晨两点了 就是今天是我们出来第一天 确实时间有点紧 因为我们赶了三个小时夜路 连夜到这个佛平县的旁边 我感觉我头好疼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感冒了 明天希望它可以好起来 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睡这个车上 真正意义上 其实单说睡觉的感觉来说 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再加上我们这次聪明了 带了睡袋 确实暖和了许多 一点都不冷 一进来就感觉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太舒服了 就希望下来我们就是慢慢走吧 路走慢一点 这样的话没有那么赶 是 第一天的行程虽然赶 但是也在平稳前进 而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 在路上发生的趣事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